大家好 我是旅游记者姿营 我将回到1920年代 发掘那充满惊奇与自由思想的台北 哇 这一棵一棵的好壮观喔 而且空气中弥漫一股茶香味 这个坑里面它会倒入木炭 藉由炭火的余温 让那个茶叶的水分慢慢地增上 然后增加茶的风味 所以我觉得在这空间里呢 品尝这样子的老字号茶店 还有这个台湾在地好茶 我觉得非常地享受 现在的所长宿舍定位为疗愈古迹 那是通气孔 对 那是 很漂亮耶 对 那个床屋呢 它其实是当代比较流行的一个设计元素 它利用那些几个元素 来搭配整个建筑 下一次旅行的时候啊 布榜像我一样 选择一个时代的时间轴 重新认识眼前的街道 说不定会是一趟让你印象深刻的旅行哦 好